即将为大家奉赏的是今天的第二场 国产三岁纯训马系列常规赛1000米的比赛 本场9号马美少女11号马情报官 14号马兵贵神速殷商退赛 后备马超群绝伦9号马13号闸 后备马燕春风云14号马8号闸宣布出赛 本场比赛共有6匹公马7匹母马 分别为 1号马合力圣万里2号马东风五妖 3号马快乐排队4号马新东茉莉 5号马小太阳6号马急速7号马隐形战士 8号马银行家9号马超群绝伦 10号马七彩追云11号马退赛 12号马满江红13号马奇思妙祥 以及14号马燕春风云 1号马合力圣万里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陆金贵 练马师张明亮 马主合力马业 富棒56公斤 位于3号闸 2号马东风五妖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陆真记 练马师刘尔端 马主陆优通马业 富棒56公斤 位于12号闸 3号马快乐排队 来自中国的三岁贺六色母马 骑师斯琴碧利格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御龙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11号闸 4号马 新多茉莉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陈志杰 练马师张蕊蕊 马主曹慧明 富棒54公斤 位于9号闸 5号马小太阳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黄石浩 练马师斯 斯日古愣 马主邓雨飞 富棒56公斤 位于10号闸 6号马 急速 来自中国的三岁贺六色母马 骑师刘三平 练马师王玉杰 马主一台大墨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6号闸 7号马 隐形战士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公马 骑师张强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御龙马业 富棒56公斤 位于2号闸 8号马 银行家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赵新刚 练马师何祥寿 马主侯兴建 富棒54公斤 位于1号闸 9号马 超群绝伦 来自中国的三岁六色公马 骑师阿利泰 练马师罗星科 马主河北一鸣马业 富棒56公斤 位于13号闸 10号马 七彩追云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李荣昌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御龙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14号闸 12号马 满江红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田新华 练马师许富强 马主御龙马业 富棒54公斤 位于4号闸 13号马 骑师妙想 来自中国的三岁绿色母马 骑师萨庚德克 练马师何一鹏 马主杨小陈 富棒54公斤 位于5号闸 14号马 验春风云 来自中国的三岁 赫六色公马 骑师王武美 练马师罗仙科 马主赵春 富棒56公斤 位于8号闸 闸门打开 比赛开始 率先拿到最先位置的呢 就是14号马 验春风云 位于旁边的呢 就是12号马 满江红 然后就是何力胜万里 然后看到的是9号马 超群绝伦 现在何力胜万里呢 是在我们领签的位置 还有就是我们上个赛事日 刚刚夺冠的8号马 银行家 现在领先了何力胜万里 大概是半个马身 马匹呢 过了第一个弯道 还有第二个最后的一个 弯转直的冲刺 然后接下来看到的 也是我们这个赛事 这个赛季夺冠的 验春风云 三匹热门马匹 一直在前面 然后呢 两匹马 现在差距已经开始 然后呢 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 弯转直直线冲刺 是何力胜万里 率先出弯 飞速的孩子 这匹马呢 是在我们今年的比赛当中 第一次出赛 已经和后面的马匹 慢慢地拉开了距离 已经领先了 大概是四五个马身 还有我们的14号 马验春风云 也是在追赛 但是可能还有没有机会 还来不来得及 这是一号马 何力胜万里 飞速的孩子 由陆金贵侧鞋 还有就是五号马 小太阳 一号马 何力胜万里 率先冲过了比赛的终点 接下来来公布一下 国产三岁程序马系列常规赛 1000米的比赛成绩 第一名 何力胜万里 骑士 陆金贵 练马师 张明亮 马主是何力马业 最终成绩是1分01秒65 第二名 小太阳 骑士 黄世浩 练马师 四股愣 马主 邓雨菲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01秒68 第三名 燕春风云 骑士 王武美 练马师 罗仙科 马主 是赵春 他的最终成绩是1分02秒00 让我们恭喜获得前三名的骑士 练马师 马匹 和马主